Hit FM Yeah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ring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 FM W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只剩情依然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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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末 好的 歡迎來到今天的HIT週末 這是HIT FM王 北部107.17 中部9.1.5 南部90.1 宜蘭97.1 花東 107.7 間 在那個錄音室裡面非常的熱鬧 然後呢 我們是初次見面 讓我們起來歡迎HUR 句句句好 各位聽眾好 大家好 我們是HUR 大家好 我是HR的C Holly 大家好 我是HR的巴倫爺 我是HUR的聯影 我是HR的希子琪 我是HR的裴姊 我是HR的麗善真 對 非常非常可愛 有活力的 一組女團 對不對 好 這其實我想 如果一直有在看滴滴52的朋友 對你們都不陌生 非常的熟悉 但是我們可能有些聽眾朋友 還是要跟他們介紹一下 對 這個從兩年前嗎 是 節目是多久開始了 有一點忘了 我們從節目開始 大概是2020年的2、3月 去年開始了 那也真的快兩年了一點 沒錯 所以大家感情跟默契應該都還不錯 對 而且因為我們從比賽開始到現在都是同一隊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所以 而且其實你們特別取這個團名 跟你們之前的風暴黑桃 是有關係的 對 我覺得還是要讓大家好來認識一下 那時候在滴滴52的時候就叫做 風暴黑桃 對 然後為什麼會取HUR呢 其實它就是英文Hurrican的意思嘛 所以你們就找了一個HUR來做代表 所以也可以念Hur嗎 可以 因為都是女生 對 對 但六個女生聚在一起耶 這兩年多的時間 你們住在一起一年了 一年了 一年住的感覺怎麼樣 滿好玩的 因為每天都很熱鬧 每天都很吵吧 對 就像我們昨天就是收工很晚 然後又很累辛苦了一整天 然後我們大家就是 還是一樣會聚集在客廳到了半夜 我們才願意回房間 就很莫名其妙 所以真的是感情好耶 就是在聊天嗎 對 聊天看電視 昨天聊了什麼呢 就今天那個 他們昨天有幾個在看狼人殺 然後最後我兩個就很認真在分析 就是 哇怎麼樣要怎麼比這樣 所以你們住會一起在宿舍玩狼人殺嗎 非常喜歡 我們喜歡各種遊戲 我們超愛玩遊戲 桌遊手遊 對 因為我知道你們就是不能談戀愛對不對 現在每個 可以 是可以談戀愛 對 我們是可以的 但卻六個都單身 對 因為這兩年太忙 就是沒有什麼時間 不然其實也滿像 啊 那就每一個來講一下理想型好了 來 立善真莉先開始好了 什麼啊 我喜歡 呃 白白的 然後有才華 白白的 對 然後要孝順 然後有上進心 所以如果它一百六十公分 一百五十五公分可以 欸 至少 至少比我高就好 至少比你高 嗯 白白的 孝順 然後又比你高 對 要上進心 上進心 好好好 長得OK 但白 也是重點 為什麼喜歡白白的啊 就比較乾淨的感覺 啊 不 不可以這樣說 臉影會哭喔 我不是這個意思嗎 哈囉 臉影會哭喔 黑很健康啊 沒關係 每個人各有 青菜蘿蔔各有喜好 對不對 好 來 下一位 啊 我喜歡 裴姐喜歡 對 我是裴姐 那我喜歡幽默的男生 因為我自己 是團裡面就是最愛笑的 對 因為今天你們一到 我只要跟她眼神有對到 她就是都會 笑到裂到那個 太陽那邊 對 她是裏面最愛笑的嘛 對 對 很可愛 對 你喜歡會逗我笑的男生 所以只要逗你笑 小鐘哥可以嗎 哈哈 小鐘哥很會逗人 喔 不行喔 連對面工作人員都一直在說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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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想說 會逗人笑還蠻多種的 就是因為我也是 我是蠻看感覺的 就是我感覺對人 然後就是開心就好 但我也很喜歡多才多藝的人 對 喜歡每天開開心心的 對 好 來 那 許子綺 我喜歡 陽光健康幽默的 陽光 喔 所以感覺其實你們有 有某種有搶菜 其實還好耶 我們六個都不壯菜 都不壯菜 都不壯菜 所以有各自找出自己喜歡的那個樣子 對 我們每次看劇的時候都非常精彩 我們就是會被 一人選一個這樣 真的假的 完全沒有搶 都不一樣喔 有時候劇就是一定會搶 難一難二啊 但是就會有人不會跟我們一起搶 那個人就是下一位 蓮穎 為什麼呢 我是蓮穎 沒有啦 他們每次都很浮誇 他們都很喜歡嗆我說 我不看外表 但確實 我就不太看外表 比較看感覺 對 我喜歡那種成熟穩重 然後主要是要對我好 的 但常常很多一開始對妳好 很多就是都 都是假的啊 對啊 他可能也對別人也很好 或是他是有目的的 不行不行 你要很小心喔 他只能對我一個人好 那妳不會發現啊 姐姐是過來的 我告訴妳 沒有 對 但還是要多看一下 好 對 好 喜歡 想要被疼愛 嗯 想要成熟的 喜歡穩重的 穩重的 對 所以年紀要比妳大囉 嗯 我可以接受 大多少可以接受 十歲以內其實都可以接受 那還好啦 那還好 不要跟我說二十幾歲的 最安心了 好 那八輪月呢 我不看那個外表 我比較在乎哪表 內在 內在 比較在乎內在 不在乎外表 然後就是 我比較喜歡有可能 好笑的 好笑的 嗯 嗯 也是喜歡幽默的 對現在女生好像都很喜歡被逗笑 嗯 對不對 那妳每天都那麼忙了 就輕鬆一點嘛 對 對 好 C Holly 嗯 我個人是 蠻喜歡會做音樂的男生 啊 喔 但我身邊會做音樂的男生 就只有我老闆 他有家事 哈哈 不行喔 所以 所以 可見我們六個都還在這單著 對 妳有說妳喜歡做音樂的男生 會做音樂 那MARS23呢 MARS23 你們專輯裡面有跟大家合作一首歌 對 對 我們專輯也有跟他合作一首歌 然後 也是蹦出了全新的火花 但 他也是 有家事的人 沒錯 所以他跟女朋友在一起很久 其實我們也有家事啊 我們就是我們有一個六個人的大家庭 大家庭 所以平常六個會一起 最常一起 除了工作之外 就是在家追劇嗎 還有玩遊戲 玩遊戲 你們會一起去逛街看電影嗎 我很少一起出門耶 我很少 我們都宅在家裡 是六個本來就不喜歡出門嗎 應該是說因為我們剛好入住的時候 後來就疫情了 然後所以那段時間都在那時候 然後就越來越習慣在家 在家裡 對 我發現就是從五月開始 因為那時候不是三集嗎 對 然後每天都不能出去嗎 然後隔了三個月之後 我其實有點不是那麼喜歡出門 真的 就在家好舒服喔 對啊 外面很可怕 然後也不用戴口罩 外面很可怕 對 這是中間 就是在家裡比較舒適自在 所以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環境佈置得很素食 我覺得每個人的房間都有不同的風格 一定 所以因為看你們的打扮就知道 雖然你們穿的都是你們HR的限量T恤 對不對 周邊T恤 對 但是每個穿出來的Style都不太一樣 對 對 這就是我們團的風格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 一個團體該有的樣子 但我們就是每個 長得好像有團體該有的樣子 但是 但你們湊在一起又有一個 喔你們是一團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啊很特別是 我們每次出門的打歌服啊 我們不會有六套一樣的制服 我們都是每個人的特色去打造的 你們都是自己去搭配的嗎 喔我們有造型師 喔所以 有有也不用 因為造型師都準備好 所以你們也不會先說 那我明天會特別帶一個什麼 不會 不會但是我們公司還蠻特別 就是還蠻尊重我們的想法跟意見 比如說如果定狀的時候可能長這樣 但如果我們人想說 欸請問就是姊姊我這邊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也加個什麼或什麼什麼 然後老闆覺得欸OK這樣好像蠻好的喔 然後就是都還蠻 就是願意聽我們的想法 都會覺得OK就對了 好那其實在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很厲害 得了很多很多的獎 我們先來聽一下這首歌 我們來聽一下 Name No More 好 是今天呢特別請到非常新很火熱的女團 就叫做HUR 對然後他們有六個團員 然後那時候是透過滴滴52 組成了風暴黑桃 那時候才認識的 對 但是完全不認識的女生 然後當初看到彼此 知道被湊在一團的時候 各自心裡是什麼想法呢 你們有聊過這件事嗎 有 天啊看起來太難相處了吧 對因為每一個看起來都是很角色 對 對不對 但大家我覺得大概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大家其實心裡都想說 我要開口講話嗎 還是她先開口 對 但就心裡其實是超級想跟對方講話 但是大家都是外表的看起來 對 比較被動一點點 那後來是誰先講第一句話的呢 誰先打破僵局呢 我覺得也沒有誰特別打破僵局 但我記得 在一片臉很臭跟眼神很殺的人之中 就是有一位佩依姐總是笑得很開心 對啊 她就是一直 一直這樣 欸他們真的很害羞 但我就是可能有對男友就會 小微笑一下 然後他們其實是都有回微笑 只是他們會 就可能會 應該是說比較害羞吧 你們年紀應該也都差不多嘛 對不對 差不多 都差不多 我跟自己對看 我跟善真對看了一下 我兩個差了六歲 喔是嗎 那還好啦 還好啦 還好啦 誰 這我就不要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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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問他要殺我 怎麼可能是我 我說誰年紀比較輕 當然是紫棋啊 對 這其實六個感覺 就是很像一家人 姐妹的感覺 好 所以後來開始聊了之後 就覺得 大家喜歡的 喜歡音樂這件事 然後喜歡表演這件事 是一樣的 沒錯 對 應該有很多的磨合期吧 中間 有沒有什麼事情 讓你們印象最深的呢 其實我覺得 比起磨合期 因為是比賽的原因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 我們的目的都是一樣 就是我們一行 要把最好的表演 最好的舞台 呈現給觀眾 呈現給大家 但我覺得在這個 這個過程中 其實最印象深刻的 一定是一些 關於賽制啊 必須要淘汰隊友 等等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 真的都是非常的不捨的 其實很多 像我記得 我們在總決賽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賽制是 只能有一個人上台 有兩個 兩個待定區的人 但只能有一個人上台 然後那個時候 最後是紫棋沒有上台 喔 對 所以一開始要開場的時候 剛好我的位置 是在紫棋的旁邊 所以一開場以後 我就先跟紫棋 集了一個拳 就是雖然他沒有站上台 跳這一支舞 加入這一支表演 但我覺得 至少這一拳會讓他 也存在我們的總決賽裡面 喔 就是一個特別印象深刻 超感人的 沒錯 而且他剛剛說 兩個人只能選一個 另外一個人 就是連影我本人 喔 所以連影跟紫棋 二選一 其實我當下覺得 超級無敵愧疚 就是因為我留下來 但是紫棋 就沒有辦法表演 然後那時候我內心也是 很掙扎 就覺得這個賽制真的 懶透了 這個賽制很玩弄人心啊 對 但是就是可以看出來 你們就是真的感情非常的不錯 但沒關係啊 我們現在還不是在一起了 對 但是對 因為經過了之前比賽嘛 然後到後來 呃 住了一年 在籌備這張專輯 籌備專輯的過程呢 因為我覺得六個人 第一個都是女生 然後感情很好 跟要住在一起 就是另外一件事 然後又要錄一張專輯 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對 在這一年中 還有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覺得錄製專輯 其實我們還算有點辛苦 因為遇上疫情 然後我們那時候 還會在家裡自己錄音 然後自己練習 就是把設備弄到宿舍裡面 對 就是錄給老闆 但是真的太課難了 然後 怎麼說客難呢 就是 我們在他的 因為他房間有一個小廁所 然後他把它變成是 他的一個儲存化妝檢 然後我們就有些人就會 因為我們家裡只有兩支麥克風 然後所以我們有其他人 就要帶他的麥克風 跟他的電腦 在那個小角落 蹲在那邊 就是 對 蹲在那邊唱歌 但是我們家的隔音真的很差 所以可能會錄到隔壁的人 也在唱這首 對 對 就是沒有先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要錄音喔 就是 因為我們有六個人 對 但是又只有兩支買 然後時間非常緊迫 然後大家都要錄 給一個時間deadline 所以就 喔 今天還蠻熱難的耶 對啊 對 還 但是算是蠻有趣的一個回憶 蠻好想 但是因為就遇到疫情沒有辦法 對 所以那時候 在籌備專輯的時候 聽到這些歌 你們當時有討論了一下嗎 有 其實現在專輯裡面的歌 真的是我們萬中萬中之選的 因為 其實收到了多少歌呢 其實我們選了非常多 然後就是也換了非常多 對 然後就是 我們一直希望帶給大家很多不一樣風格 然後 也希望可以 做出跟以往女團不一樣的風格的音樂 嗯 所以我們就是 可能前期 喔 今天明天可能錄這首喔 但可能到了明天 突然老闆說 欸 你們聽一下這首歌 來一個全新的歌 就是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對對 但是就是製作人也非常 就是喜歡聽我們的想法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Holly創作了一些歌 就是他幫了非常大的忙 我覺得最辛苦的是他 曾經十八小時寫出一首歌 喔 喔 對 你這麼重要的事你居然忘記了 是 是你本來就有在寫歌嗎 Holly? 對 我之前就是有在創作音樂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加入這個團體以後 才改變了我一個很大的習慣 我以前是寫歌的時候我喜歡 我可能三個月 我才會把一首歌完成成我心中完美的 我可能會一改再改 一改再改 一路再錄 但是來了這個團體以後 我發現沒有任何讓我慢慢來的機會 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老闆今天打電話給你 你沒有寫完之前 你就是不能離開錄音室 所以就不只十八小時 可能還有就是十個小時 然後做完半首歌這樣等等 就是有很多這種經驗 但是我覺得在這張專輯中 就是我們有跟老闆討論過 老闆希望說我們可以寫出更多年輕人的心聲 讓跟我們同溫層啊 同世代的朋友啊 觀眾們會跟我們看完我們歌 聽完我們的歌以後會更有共鳴 所以我們就覺得要在這張專輯裡面添加我們自己的想法 跟我們想要發生的事情 所以在這裡面也加入了很多創作 然後不同的風格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樣的一句話 好 是 那剛好說了很想講一些年輕人想要講 在這張專輯的歌裡面講了些什麼呢 就像我們首張專輯的主打歌啊 叫做Weirdle 那其實這首歌它就非常有意義 因為它的名字是 它中文的名字是怪胎 那其實我們就是想要表達說 我們六個就是一個怪胎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而與眾不同的 沒錯 Gici姐你懂 因為我也是怪胎 我們就是覺得大家就是要勇敢的做自己 不要因為你自己好像哪裡不一樣 你就硬要去改變你自己 然後去融入 但是到最後你自己過得很不開心 所以我們就是創作了 Holy就是創作了這樣的歌 然後跟G5SH合作 對 然後就是為了想要表達這個意義 那我們就來聽這首歌咯 我們就來聽Weirdle 我們剛剛在聊天的時候就發現其實像這張作品裡面 Holy真的貢獻了很多 也沒有啦 壓力應該很大吧 就是那種老闆打來說你今天就是要寫完 其實因為從在節目的時期就是這樣 就是在節目的很多歌裡面 老闆就都會希望我直接加入我的創作 或者說這一段你唱不適合 改掉出去寫 然後我就大家都在錄音室裡的時候 我就一個人被趕到樓梯間 然後戴著耳機在那一框寫歌 所以其實慢慢的習慣以後 反而我們現在錄完專輯以後 我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進入音室了 然後只要進入音室 我們都是就是像上電台這樣 就是我們就是在聊天等等 我反而覺得就是超不習慣 因為沒有被那個時間壓力感真的感 Holy現在就出去寫歌 那其他人呢 巴倫悅呢 專輯的歌嗎 我覺得我介紹一下 I'm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不是嗎 我們巴倫悅很厲害的是 他雖然就是是蒙古人 然後他講蒙古話 但是他中文歌詞也唱得很好 然後在我們專輯裡 像是Nee No More這首歌啊 還有我們的One Way to the Highway 他也都有創作他的蒙古語的part 是喔 所以你們真的是臥虎藏龍耶 每個都很厲害耶 嗯 他又害羞了 誰是裡面最害羞的 最內向 比較內向 內向嘛 我覺得如果是要說慢熱的話 應該是聯影 沒錯 然後愛撒嬌的話是巴倫悅 喔 啊 對 好好好 然後剛剛其實也有講到就是 在專輯裡面 每個人其實都有各式氣質 那是你們當初聽到Holly寫的歌 有給她什麼樣的意見嗎 Holly很常會問我們的意見 就是她會蒐集大家想要表達的東西 然後再去制定一個方向 然後問我們說 欸那你們覺得就是你們晚上不睡覺 你們會幹嘛 就是這種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會跟她講 然後她再蒐集我們大家的意見 然後放到歌詞裡面 我覺得有時候很有趣的是 她每次要寫歌的時候 都會問我們說 給我一點詞 一個 然後我們就開始丟詞 那要丟什麼呢 你們丟過什麼嗎 Holly是比較常問我英文的一些詞彙 或是欸這個詞是合理的嘛 那這樣文法是對的嘛 就是她會問我這些 然後姐姐好像之前也有丟過幾個 就是她都會說說 譬如說喔 談戀愛的階段 好曖昧 曖昧會有什麼 什麼關係 什麼什麼什麼 對 那玩遊戲 那玩遊戲 那還不錯啊 所以真的聚在一起就會有不同的火花 然後也會問說蒙古語有什麼 有蒙古語 然後他們就說 我之前教過那個蒙古的遊戲 就是打招呼嘛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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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打招呼的遊戲 教他們 教他們打招呼的遊戲 對 然後但是唱歌 裡面的歌詞的話 有一點比較難的 對 沒錯而且她歌裡面的蒙古Part 我們就是 從專輯錄製到現在 其實也過了好幾個月 我們沒有一個人唱得出來 那現在還是不行是不是 那我想問 Nin No More 其實這首歌是在講什麼呢 我覺得 Nin No More 是在講一個 不需要更多 就是很簡單的意思 就是跟歌名一樣 對但它適用於任何 你不想要再更多的事情 它不包括 它不一定 一定要是一個人 或者是一段感情 它可以是任何 你想要戒掉的事物啊 或者是你想要遺忘的曾經 這些事情 都可以套用在 Nin No More上 那因為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夠了 對 你越是想要跟它分開 你反而越是跟它分不開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適合 聽這首歌 Nin No More 然後呢剛有說這首歌 得了很多獎 AMV音樂錄影代獎 對 當初知道這個消息 應該很開心吧 你們在裡面 真的拍的非常厲害耶 這支 對很美 而且我看到你們是在那個 一個 對 就很像是個娃娃之類的 而且那時候我們得知 我們這支MV得獎的時候 其實我們正在另外一個錄影 那那天我們是一大早就起床梳化 然後一大早就先看到 好像是粉絲的消息吧 傳給你們的 對粉絲傳給我們 好棒喔 然後一開始我們還覺得 蛤真的假的啊 這個怎麼可能 然後到後來就陸陸續續的 越來越多講 越來越多講 一直到晚上的時候 好像已經有四五個了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天啊 很不真實 很不真實 第一張作品 對我們會很驚喜的 有一部分原因是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被拿去提名了 不知道有去報這個對不對 對 我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我們的團隊啊 製作團隊都很厲害 拍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剛剛其實有在說 這張專輯是希望唱出 然後表現出現在年輕世代 想要說的 那平常你們會聽什麼樣的音樂 比較多呢 應該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對 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對 嗯 真的不太一樣 真的不太一樣 阿倫越馬上說 真的不太一樣 對 那有沒有一個 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不是你們的歌 你們在宿舍會一起看MV嗎 會看很多 看很多 最近看 同一個最多次數的是誰 有這樣的人嗎 好多喔 欸 我們都會有一個時期 很愛聽一首歌 然後再過一個時期 又換另外一首歌 對 想想最近是 這幾天除了玩狼人殺 還有看誰 一直看的 嗯 對 一直聽的 有這樣的歌嗎 有有有 我們很喜歡 我們師兄Ju SH的歌 啊 對 哪一首歌呢 有一首歌叫 《舉刀自盡》 蛤 為什麼是這首歌呢 因為它的旋律其實很朗朗上空 然後通常我們只要有一個人唱第一句 旁邊的人就會自動 就會跟著唱 就會跟著唱 對 所以這首歌在講什麼 哇 像我自己主要是很喜歡這首歌 旋律 對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 就是去看他們的現場表演 然後他們就有表演這首歌 就是我也是因為那一次聽到 就說哇 我也是 這首歌都還要聽 然後我還就回去收這首歌 就開始聽這首歌 就愛上這首歌了 對 算是一見鍾情 是 喔 算是一見鍾情 對這首歌嗎 對 所以每個人都覺得都同意 我聽不懂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音樂 很喜歡他的音樂 很喜歡他的音樂 很喜歡他的感覺 我喜歡他 好可愛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這首歌 好不好 師兄的 只知道自己 好 其實就是剛剛在聽歌跟進廣告的時候 我們就問了一下這個巴倫樂 學中文多久了 學了 一年半 你剛剛說兩年的 那個巴倫是沒有認真 對 沒有認真對不對 那平常在這一年半之前你們怎麼溝通呢 如果不太會講中文的狀況下 中文 英文 混雜 對 混雜 還有筆首話 筆首話 筆首話叫只限於西子齊我本人 筆了什麼呢 你要跟他筆什麼呢 印象最深刻的時候有一次半夜大概十一點多吧 然後他跑來我樓上 因為我們是樓中樓 我住在他樓上 你們是住在樓中樓 就是兩層的 對 然後他就衝上來 然後他平常不會上來 他上來幹嘛 然後他就爬到房間 然後他說 子齊 我好想吃這個 然後他就比了一個 手在炒菜的動作 這個 對 他說我好想吃這個 然後他就說 我說還有嗎 有沒有更多 有沒有更多 然後他說這個 然後你坐在前面 他會這樣子給你吃這個 鐵板燒 對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遊戲很好玩耶 我就說 我就說 他是不是會這樣把它纏起來 然後放在你前面 他說對 我說OK 鐵板燒 你要吃鐵板燒 好 因為他忘記那個叫鐵板燒 對 你是半夜突然想吃喔 對 我為什麼不知道 有24小時吃鐵板燒嗎 並沒有 所以這個故事是悲劇收場 因為 他就從子齊的旁間走了下來 然後我跟爸一定是室友 那那個時候我正在放水 準備要洗澡了 然後他就說 Holy 我想吃鐵板燒 我說鐵板燒嗎 他說對 然後他就拿起他的外送平台 準備要請我幫他點 然後我問你準備要拖 我幫你去洗澡 我就說好 我喜歡馬上幫你點 然後我洗完出來以後 一切店家都關門 什麼都沒有 太久了吧 沒錯 鐵板燒不會到那麼晚 好像沒有 對 他也是大概十一二點的時候說的 對 那 芭蘭又現在圓夢了嗎 吃到了嗎 還沒 都還沒有吃到 因為那天真的很想吃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好 鐵騎還沒睡覺 好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對然後 我就打開門 鐵騎我真的那個想吃 然後他就聽得懂我了 好可愛喔 欸 所以你們是兩個兩個兩個 住一間嗎 欸 沒有沒有沒有 只有Holy跟小巴 是兩個人一間 其他人都是一個人同一間 對 喔 了解 好 那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最後我想要請你們 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你們這張首張作品 Revelation好不好 來 一個人介紹一些 好的 我們現在就是發行了我們的首張專輯 Revelation 啟示錄 那這張專輯其實就是在闡述我們HUR的誕生 然後我們裡面的每一首歌 其實曲序是有意義 希望大家其實可以跟著曲序去聽 會有不一樣的故事 然後曲風也非常的不一樣 是特別有排序對不對 對 精心設計 是一個故事其實 好 對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我們在1月9號有辦一個簽唱會 在台北西門町 我本來想要請每個人都介紹一下專輯 對對對 沒關係嘛大家就多講一點啦 讓你來佩傑 佩傑就是很可愛就是真的一直在笑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我們的MV 因為我們 除了我們歌曲不是都是有故事嗎 其實我們也發行了三支MV 它也都是有一個故事線 也是有連續性的 對是有連續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故事啊 可以投入在我們的MV裡面這樣 是 好來 那說到MV呢 我非常推薦大家去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 因為裡面有很多我們私底下生活的影片 然後有Watch Her系列 就是我們一些在宿舍的生活影片 我覺得跟我們在台上非常有反差感 所以非常 就是不一樣的 對 非常推薦大家 是你們會自己就把攝影機架在那邊 紀錄生活上的嗎 疫情的時候是這樣 疫情的時候是這樣 這個舞台表演上的HUR 沒錯 沒錯 那講到專輯呢 一定要提一下我們的實體專輯 我們私底專輯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精緻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些寫真集啊 然後公仔啊 蠟燭啊 明信片 真的是非常的豐富的一張專輯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實體通路 或是網路串流上面 都可以找到我們的Revelation實體專輯 好好的這個支持一下對不對 錯 班倫悅你也要講喔 好 我們的專輯 學一年半了 好啊 加油 好 我們的專輯裡面呢 是一個首歌 但是intro跟ultro 是其他的九個首歌 然後每一次都不一樣的Style 然後你們去聽聽一下你們喜歡哪一個歌呢 然後就是有可能每個人會找到直接喜歡的那個特色的歌 對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風格都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對對 好這裡面非常多元 嗯 很好 歡迎 歡迎 支持 沒錯 那除了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們的專輯以外呢 其實我們也有經營我們官方的HROfficial的IG Twitter還有Facebook 所以呢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我們的一些最新資訊啊 活動資訊 還有一些我們去參加節目啊 或者是像今天我們上電台等等的一些花絮照片 花絮都會在裡面 就是平常在YouTube跟專輯找不到的東西 像我們的社群平台都找得到了 所以可以趕快搜尋HROfficial 對 然後其實呢剛剛麗也有講到就是接下來1月9號 對 再跟大家強調一次囉 好的 1月9號在西門町有舉辦我們的簽唱會 希望大家可以到現場去支持你們 六個都會到現場 對 好今天真的非常開心請到你們 那最後我們就要來聽一首專輯裡面的歌囉 好那我們三 我們六個人一起講我喊一二三看會不會一樣 最喜歡玩這個遊戲了 好來 一二三 Gaia 那我們就來聽這首囉 謝謝G2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好